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海星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唐大的孙思苗活了101岁 而明大的冷千活了150岁 这在当时是相当长寿的 还有甘主望教授活了104岁 那么为何中医大多合法童颜长寿健康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达到抗衰老,预防老年般的方法 90多岁高龄的广西敏医 黄英如老先生,看上去顶多60岁 这位老中医身上有举处令人惊讶的地方 90多岁了,脸上没有一颗老年斑 并且什么病都没有 还每天坐整7小时,每周至少5天 年轻人都难免有小痛、小病 但黄老先生90多岁既没有三高 也没有其他的病 黄老先生向大家公开了自己兼职几十年的抗衰严兽的方法 严兽抗衰老很简单 黄芡加枸杞就可以做到了 首先我们准备30克的黄芡 黄芡性肝、微温、龟肺脾筋 通常用来补气 不但可以补全身之气 而且散补脊表之气 黄芡多用于治疗体罚、精神颓废 食欲不振等病症 具有补气生羊的功效 黄芡还能减轻肾脏病变 有沥尿的功效 可以沥水消肿 是治疗期需水肿的重要药物之一 除此之外 黄芡本身还具有养血的功效 可以增强人体造血、生血的机制 可用于治疗贫血症患者 而且黄芡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具有抗癌、抗肿瘤及抗衰老的作用 黄芡组织高血压、糖尿病 以及窗口久不愈合的症状 它可以降低动脉压、减慢心率 加强心肌的收缩率等 强心抗衰老的作用 黄芡清洗干净放入盘充备用 再准备10克枸杞 枸杞可对抗自有机固氧化 减轻自有机固氧化损伤 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枸杞的腥味干凭 中医认为 它能够滋补肝肾肾 易经瞑目和养血 增强人们的免疫力 对于现代人来说 枸杞最实用的功效 就是抗疲劳和降低血压 枸杞多糖对食应性肝损伤 有保护作用 另外 枸杞有降低血压、血脂 以及血糖的作用 可以防止动脉中央硬化 保护肝脏抑制脂肪肝 枸杞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由补气、抢筋、滋补肝肝肾 抗衰老、消咳暖身 抗肿瘤的功效 经常饮用可以改善身体体质 对于睡眠质量不佳 难以入睡等问题 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由补力提高睡眠质量 再准备10克莲子 莲子是一味中药 性品味干涩 归入皮肾心三精 肉益肾固筋 养心安省 补皮脂蟹的功效 常用治疗以精、滑精 虚寒、崩漏、带下心法、口渴 心肌失眠 以及脾虚久泻等病症 莲子还具有调节人体免疫功能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缓解疲劳 延怀衰老的作用 同时还能降血糖、降血压 现代浴血研究发现 莲子还具有一定的抗癌功效 莲子可以泡水、带茶饮 也可以煲汤 加入合适的药物或植物制成药膳 也可以熬粥使用 比如银额百合莲子汤 和莲子红枣桂圆根等等 营养丰富 老少皆宜 莲子清洗干净 加水浸泡着备用 接着准备几个红枣 红枣的价格低廉 是我们生活中较为常见的食品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较高 合理食用的话 还具有治疗疾病的作用 红枣当中的矿物质及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 除此之外 还含有一定的果酸以及果糖 这类物质具有凝神的作用 有利于人体的睡眠 所以说 经常出现失眠的人 可以吃一些红枣 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具有一定的安省效果 红枣还可以减轻人体的压力 防止睡觉时做噩梦 对于失眠多梦的人来说 吃红枣是比较适合缓解症状的方法 红枣可以改善人体气血 能够使皮肤变得红润 而且它的矿物质含量比较丰富 有利于保持皮肤的光滑 美容护肤作用比较明显 红枣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将它剪去早合 所有食材准备好以后 将它们倒入锅中 再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先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再转小火煮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潜见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30分钟后 我们的枸杞黄奇茶就煮好了 我们倒入杯中就可以直接喝了 长期坚持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可以养护肝肾 中医有个说法 斑就是瘀血 而黄英如老先生就是靠这个方法 90多岁依然脸上无斑 换句话说就是体内无瘀血 气血舒畅 人赞就长寿了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紧收藏起来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给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